108年 拳大運網球公開女子單打 近日在中正大學網球場 進行第三天的比賽 台灣提大大一新秀石景玉 雖然是首次參加拳大運 但她也拿出純熟技巧 以局數8比1 擊敗來自國北較大的選手 宋繼貞順利晉級 我第一場對手也很差不多水準 所以我覺得要贏很難 然後就覺得那就盡量的打 就是發揮自己水準 希望下一場比賽能夠放更開 就是兩邊打得更好 不像第一場還有點保守 台灣提大方熙宇及陳玉傑 出戰公開男子雙打 方熙宇今年是最後一年 站上拳大運的賽場 雖然遇上強勁的對手 但他仍與學弟陳玉傑努力拼戰 最終還是被台灣師大擊退 無緣晉級 因為我們賽前就知道 今天的對手實力非常好 畢竟也是第一種籍 還在打之一 那我們本來就是盡力而為 這是我第二年跟學長合作 這一年學長跟我說對手比較強 我們兩個還是 我想說把這場比賽完成 就盡力去打 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緊張 108年全大運網球的賽程 4月25到4月30 在國立中正大學網球場舉行 明天台灣提大網球隊將陸續出賽 歡迎大家到現場為台灣提大網球小將們加油 記者劉宇璇 趙雲 嘉義報導 這裡有個教堂 communication 進行